FERD03 中国局一匹回顾,Toro Rosso车队的兄弟系强让比赛出现转折。 如果没有这起意外的话,中国局一匹原本应该会以Ferrily与Mercedes双强间的策略战作为主主Toro Rosso车队与赛程进入一半时发生了让安全车出场的意外,结果决定让车受近战换胎的Daniel Ricciardo e Ruit,不欧车队成了比赛的赢家。 不过对中国局一匹的赢家Rixiel都来说,他的心情在这周可说是写了一场三温暖,因为动力单元问题与巴林早早退赛的他在周六自由练习时又遇到涡轮增压机问题而差点赶不上排位赛。 而在决赛中Ruibu O车队原本想要用一停策略来向两强决胜负,不过赛程到了第三十圈时出现了大转折,竟裴莫做的Toro Rosso车队发生内斗而导致安全车出场,让Ruibu O车队决定在安全车上场时让两位车受近战换上软态度一把。 结果这次Ruibu O车队队对了换上软胎的两位车手展现了压倒性的速度,虽然Wilers的喷挑战很没腾时已失败收场, 不过Ruibu O车队在取代Wilers的喷进攻后完完全全地开启了无双模式,让他在第三十九圈到四十五圈间接连超越了Mercedes与Ferrary两对车手并扬长而去,收下了比赛胜利。 这让Ruibu O车队领队Kristen Horner不禁表示,这次车队的上下一心真的收到了效果,临时执行的二停策略让我们收下了2010年以来的首场中国赛胜利,很开心能看到Daniel站上颁奖台顶端。 再度小小解除首爱封印的Rick CR都也在颁奖台上,表示24小时前我还非常担心我的从后排旗袍,真的很感谢车队的赶攻,当时我在14号弯听到安全车进场并叫我赶快进站换胎的通讯,这次的赌注确实让我们获得了很大的优势。 而原本靠着一次成功战术取得领先的Mercedes车手波特斯表示,当安全车进场时整个状况就改变了,我们对趁机换胎的Daniel毫无招架之力,然后我在尾声又遇到Kennie Rikkonen的挑战,所以我对比赛结果感到有些失望。因为我们本来可以搬回一城。 这队在上周之跑了五圈就草草收工的Ribbo O车队来说真的是最好的礼物,比赛结束后Ribbo O车队收下了35分,让他们超越McClaren车队重新回到车队第三名的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